我给你带我 阿姐 没什么大碍 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今日你来府上 不是为了报恩 是有别的原因 我想 你来府上 是专门来见我们的 当然不是 少导主 我就真的不明白了 这花间的 花容玉帽的女子那么多 你为何 拼拼和我过不去啊 那我也不明白了 我到底是哪里不好 为何你就是不答应嫁给我 还当着那么多人拒绝我 下来的语命 那是因为 我们不是一类人啊 我只是想 平淡地过完最后的日子 跟我就不能过平淡的日子吗 不能 你 爸 我跟你说也说不通 我希望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还有过去的事 也请你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婚事 什么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你 反正不管怎样 我说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你每次都这么强硬地拒绝我 你当真 内心就一点都没有我 没有 你 你 你 顾信忠 马车怎么那么慢 是 收到主 驾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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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子 你干嘛 这是我的驴呀 公子 别动 这是我的驴 接下 我的驴呀 这是我的驴 你怎么骑的吗 驴啊 停下来 这头破驴 怎么停下来 怎么停下来 我就把你做什么用 关手 完了 完了 这下完了 我一下被弱的心 你一直跳得这么迅猛 我该不会要了 要暴毙了吧 初问 葬于华间四十五年 七月六日生世 陆玉儿